大师之菩萨西方三圣你都知道的呀 对 对不对呀 对 大师之菩萨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菩萨 而且他也是实际上他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他也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尊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菩萨呀 是的师父 所以你要记住了 这个这个 我们人生啊 大师之菩萨他是给你什么 什么你知道啦 观世音菩萨给你慈悲 大师之菩萨给你什么奖啊 是给智慧嘛 对啦 完全正确 你答对了 一百分 没有 师父您再给我们讲讲大师之菩萨吧 因为我们都要学习那些大菩萨 大师之菩萨实际上你要记住了 他在观无量寿经当中 菩萨曾经讲过里面讲到啊 大师之菩萨他的智慧的光芒变造世界众生 而且大师之菩萨能使众生解脱 比方说打仗啊 血光啊 刀兵之灾 得无上之力 无上之力知道吗 就是无等 无无无无无上的之力 就是不得了的能量体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人求大师之菩萨就是在 希望事业有成啦 啊 化沙化凶啦 啊 希望啊 我们经常说啊 吉强奴役啦 那么大师之菩萨 所以人家就称为他是智慧第一呀 明白了吗 他实际上也是菩提撒多呀 啊 啊 他这个菩萨就是说能够希望大师之菩萨能够保佑我们智慧充裕啊 然后保佑我们能够事业成就啊 让我们啊能够有菩萨的智慧在人间啊 弘扬佛法保护我们身体健康啊 就是这样 是的 我们也祈求大师之菩萨及祝福菩萨保佑我们的师父法里安康九路世间神话顺利 是吧 很好的 大师之菩萨也是真的这些这些大菩萨真的是 他的像也是这个像好啊 这个这个非常的庄严的像好庄严的 而且他是静静妙光明啊 啊 明白了吗 是 啊 对 这些大菩萨都是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法样 我们在人间好好的去学好好的去做听师父的话 嗯 而且而且大师之菩萨这个这个对人间的弟子他特别呃 心疼他经常会想念人间的那些过去跟随他修心的那些弟子的嗯 啊是的 啊 大师之菩萨也是呃很孝的 他头上的那个宝瓶 对啊 对啊 呃 离开的 他的就是敬众他的父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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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正确 嗯 所以 所以很多 很多菩萨他本身他的 他的来历啊 啊 啊 就是跟他的那个那个那个啊 跟他的自己的那个本身在人间受的受的苦啊 和他做的事情啊都有关系的啊 嗯 嗯 好好好 啊 感恩师父开始 谢谢 是